对于私生子小龙女吴卓琳一直绝口不提的陈龙大哥,最近竟然在北京宣传新片时,破天荒爆出我想起了我的小龙女,因为我也对她疏忽了很久,虽然有很多人认为陈龙炒作的嫌疑很重,但是她真的提起了她的人生禁忌小龙女。 随后,香港有杂志访问小龙女的生母吴奇莉,吴奇莉居然向大家不要太敏感,更怀疑陈龙所说的是电影剧情,她更表示,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,这是很旧的往事,这么多年了,大家应该向前看。 问他小龙女怎么看待身父陈龙,吴奇莉表示她对她很忠信,不会说很喜欢,也不会恨她。 再问到如果陈龙想见小龙女,吴奇莉会否愿意两人见面,吴奇莉先是否定这种可能性,表示不会发生的事,我不想做任何假设,更表示不觉得陈龙想见女儿,但又另一方面表示女儿已经长大,如果她想见的话,不关我的事,我不会阻止,她又不是她的杀父仇人。 陈龙当然不是吴卓琳的杀父仇人,而是儒家包换的亲身父亲。 吴奇莉还表示与小龙女无所不谈,也许是因为与陈龙一夜风流后留下今天的结果,吴奇莉向小龙女灌输性教育,提醒她以后拍拖记得带避孕套,虽然小龙女的反应相当害羞,但是吴奇莉就坚称,这是以后一定会发生的事。